大家好 那我们这集说一下香港的问题 因为事情比较敏感 本来我是不打算说 但是因为我们站位是中华民族的站位 所以我硬着头皮说 那自然我就不会插播广告 这样的话不会让大家感觉到我是为了 就是为了挣那两块钱 至少这一集不是 那也不会有开头语 结束语 不会有片头片尾什么的 那香港我多次去 前半个月我还在香港 那我在街头呢 也接到了这个传单 就是这次送中条例的这个街头的这个传单 说6月9号要怎样 那本来呢 到6月10号11号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不是说已经过去了 当12号这个问题又爆发了 那么我在我也看了一下 当时的这个场景 其实是非常的混乱 用这个暴乱来说 也是不为过的 这个当然这个看你立场怎么说了 但是 爆发有点偏负面一点 就是现场情况非常的混乱 人也非常的多 这里我们稍微说几句扯远一点 就是香港这个背景的情况 香港面临的这个一些危机 比如说我们前面爱说的这个阶层问题 我在香港遇到很多的券商 他们肯定是已经是超过中场阶级了 他们的收入有的高达10万港币一个月 甚至更多 如果加上花红的话 那么还有一些更低一点的 当然他们都跟我说 这个香港的这个收入 普通人收入都拿来供楼了 所以我在一个两三百三四百人均消费港币的这个餐厅里面吃饭 他们居然说这种餐厅里面多数都是大陆人吃 而香港本土人不会来吃 那为什么呢 钱都花到供楼上面去 那这种呢 其实就是中场阶级的空心化 但这个中场阶级空心化可能说起来 他不是说只有香港有 可能法国也有 美国也有 但是每个地方他面临的情况不一样 有的是自己社会内部分配出现严重问题 有的是因为全球化的问题 可能他觉得是其他国家 这个抢夺了饭碗 那还有人我觉得最主要核心的一个关键也是 这个资产的上涨 就是因为这个各大央行 在清洗阶层的时候 加息的时候没有足够彻底 一看到经济危机来 马上就收手 那这样的话就导致全球的资产泡沫比较大 那这当然是几个方面的问题了 自己内部的问题 全球化的问题 包括这个央行不停放水的问题 那这个是钱方面 这个跟钱有关系 但这一次这个香港事情 似乎明面上跟钱没有关系 但是这个背景 我们依然要交代一下 就这一次这个事情 它我觉得是一个地位的问题 或者说我们叫政治 这个这个方面的问题 但香港的地位的问题 政治的问题 我们可以感觉到在这些年 十年二十年以来 是有在下降了这么一个情况 因为当在移交的时候 这个双方都知道 比如说你要嫁女儿 那这个在 在中间的时候 娘家也最喜欢她 婆家也最喜欢她 这个新娘呢 就大家都喜欢争宠 但你一旦嫁过来之后 我们都知道女人你一旦嫁过来之后 可能就要差一点 你要做家务 你要干活 这叫什么 事实上地位就已经出现下降了 这个是很难避免 除非你不交接 你还在娘家里 你要么就嫁到婆家里 但这个比喻似乎又不太好 就是因为这个香港本身 这个跟中国大陆的这个 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主权的关系 但是我们在这里说起来 这个地位下降是比较合适的 就是除了这一块之外 它的国际地位 因为经济环境 因为大陆的崛起 也出现了下降 而这一次说的这个问题呢 它实际上是更小的层面 就是什么呢 法律自由这个层面 当然很多人说 这个法律自由可不是小问题 当然了 这个确实不是小问题 但我们看 这整个背景下来 然后把力量集中到这个问题上来 这个问题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大了 因为被前面刚才这两个 政治跟金钱的问题 被它给放大了 那这个放大了之后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中国大陆的 这么这边的这个情况 它的一个意愿是什么样的 因为我们 我前面一直说的这个问题 就是有一个超履从理论 就它要成长起来 是一种本能 成长起来之后 就会遇到天花板 每一个社会 每一个人 每一个团体 都会有它自己的天花板 至少在一段时间 你有这个天花板 瓶颈 这个瓶颈 你要突破不了 你就一直待在原来的那个位置上面 你上去之后 迟早要下来 要突破怎么办呢 你要有新的资源 新的生存方式 那这个时候 它就会开始不停的挣扎 想进各种办法去成长 而这种成长呢 是让你自己活下去 让这个物种活下去的这个原因 我们看超履从 为什么选这个物种 我当时 因为这个物种 在地球生存超过十亿年 生生不息 基本上没有发生 发生大的改变 都是进化 没有发生大的进化 就是小小的改变 它就生活了十亿年 因为它足够的支持 所以中国大陆目前这个选择 是比较 没有 就是不是按照我们现在 比如说 现在这个社会 我们去理解的 这个全球华人 包括海外的很多国家的理解 就是我们这个自由民主法治 这一套来理解问题 那我们中国大陆的理解方式呢 是以前自己发展的这种模式 来理解问题的 所以它在吸收外部能量的时候 它就会这个 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样去吸收它 吸收这些能量 因为你不吸收海外的 或者不吸收一些原来自己固有 很有可能加进来的力量 你就没有办法更好的成长 这种成长呢 是你自己可能都控制不了的 这种成长 就是你要进步的这种想法 所以这个路径就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觉得 这个中国大陆选择这个方式 特别是在这个时间点 背景是中美冲突很大的 这么一个时间点上面 就变得非常的困难 那这里就有一个巨大的问题 就是当你成长的时候 别人看到你变得有钱了 变得好了 就会有一点不开心 而你自己又选择了 你自己固有的这个路径 这个很多地方就会有一些不开心 其实这种说法呢 我本来是不想说的 因为的话 这个其实说起来对中国是 不是一句很好听的话 但是这里考虑到 照顾到我们海外的华人 如果香港台湾 包括海外的华人 都不能站在中国 或者中华民族这一边的话 你还指望其他的国家 会给你什么呢 你指望俄罗斯吗 他也是个知识鬼 他今天可以跟中国大陆结盟 明天转头就可以跟美国结盟 他今天可以跟欧洲结盟 明天也可以抛弃欧洲 就是这么一个国家 那他都是支持的 所以什么 你好歹谁更接近自家人 自己人一点 这点肯定要看清楚 要看明白 而我们海外的华人 包括台湾香港地区的华人 他们的想法很多 是跟中国大陆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中国大陆成长的时候 特别是具体负责弱势的人 包括一些party 不是一些party 一个party 你要想到这个问题 就是他们的立场 不是跟中国大陆 过去40年的这种成长史 或者最近100年 所面临的这个问题 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们会更加考虑 其他方向这个成长 而且这里要更加大度一点 就是什么呢 我们说了中华民族特别的大 那在远东地区呢 实际上长期以来 就是唯一的一个霸主 那像日本韩国 这个应该说朝鲜半岛跟日本 都受到中国强烈的影响 甚至是中南半岛的像越南啊 甚至像缅甸泰国 都略微受到一些影响 那这么庞大的一个国家 他就 你要想生存下去 你就要想办法 是不是 办法里面有很多种 一种是你自己足够努力 各种什么 但是我们说了叫鸡蛋 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 就是你的寻找各种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就是保证你 万一哪一天 你原来的路径不行的时候 你这种可能性 它能够生根发芽 这就是我们看到 那个流浪地球里面 有一个叫火种计划 是不是 如果地球保住了 那这个外面的这个火种 它还是我们人类的文明 人类文明的延续 那如果中华民族 中国大陆选择的方向 比如说在70年代到60年代 70年代 这个肯定是个错的 对不对 你要搞放卫星 搞文化大革命 这个肯定是错的 那台湾跟香港 当时就是比较正确的一个路子 至少在当时就是一个 非常繁荣稳定的这么一个情况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不会断了这个香火 这个文明先进的香火 当中国大陆要成长的时候 台湾跟香港地区的这种资本家 他们迅速的能够跟国内打成一片 至少语言上就非常合适 是不是 那这个呢 当时我留了台湾香港这种可能性 当中国大陆反省过来的时候 我迅速吸收台湾跟香港的资源 用它作为桥梁 跟这个世界去连接 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勤劳 有时候努力勤劳不是能解决所有问题的 要留下可能性 这个可能性像火种一样 让它生根发芽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你力量在成长 别人看你不开心的时候 不能着急 我前面说是吸收这种理论 我们要吸收更多的资源 突破这个天花板和瓶颈 但是要看时机 而且呢 现在最关键的是什么 在中美的背景下面 还有更大的问题是 这个海外华人的眼里 就是跟你的这个过去40年 过去的70年 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这里的话 我们就要特别特别注意跟小心 就是中华民族 它的这个可能性 不能一口气被吸干 这个也是一个天生的 一种自然的这种情况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话 可以略略的往后退一下 而且呢 刚才这里有一个问题 我说的是时机的问题 倒不是说以后就要这样做 其实还有另一个方案 就中国大陆呢 其实的话 在过去40年里面 是工业贸易起家的 或者说以我们目前的这种 环境来说 比如说 在培养一些科学家 这个可能还好 科学家工程师 甚至都强一点 但是如果要中国培养艺术家 真正的大师级的艺术家 这种像文学家一样的 或者说 现在都不能叫文学家 或者比如说电影人 比如说 这个很多行业的大师 比如说歌唱家 音乐家 这种就是他像 Beyond这种人 是如果Beyond在世的话 我不知道香港昨天会变成什么样 就是像这种 殿堂级的音乐级的人物 我觉得目前中国 还没有这样的能力 那你目前中国只能做工业 只能用这种方式来 所以你得先发展到位了之后 再去做其他的事情 这些问题 你就用原来的这个路径 先做到更加极致的时候 因为我们看到 国内的科技 这个很多地方 也还没有真正发挥到这个时候 那这里呢 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国内也应该 适度要考虑 就我们前面有跟观众聊起的 就是 比如说 部分的言论自由 是不是应该开放 比如国内现在在提科创版 就是以信息披露为准则 这句话呀 其实跟我说的那个意思 其实有点接近 就是我能不能允许 企业级的信息自由流通 我能够随意去批评这一家企业 而不会被骂 比如说 我今天要骂百度 而不会被百度的 派公安过来 把我捉走 对吧 我们国内就出现这种情况 我要做空百度的时候 百度公司不会说随意的把别人给捉走 只要我说的大致是正确的 然后我们我不能够诽谤你 是不是这个是应该的 但是我要发布做空报告 这个是不是可以 这个是正常的 正级别的这个言论自由 是不是应该有 还比如说 我们防火长城GFW 是不是说至少可以开一块 有一些地方应该可以开 有些问题可以去充分讨论 因为现在这个情况不是说 这个你愿不愿意 是美国他那边的话 压力也非常的大 你自己的必须进行充分的调整 比如前些年我们有一个 有句话叫我爸是里干 那在当年的时候是可以 但是在2019年试一下 2020年可不可以 2021年 那这个样子的话 大家更会抓到你最弱的地方 你爸是里干 你爸是靠谁来保护 为什么你说你你爸是里干 就可以没事 这个事情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这个事情到什么级别的信息 可以要完完全全的自由流通 这个才可以让 这个也是一种解决方案 好 那我们最后总结一下 我本来是想一口气说完了 实在这个问题太敏感了 我中间没办法中断了几次 那其实香港的问题 我们一开始说了 这个背景其实是比较复杂的 长期以来 特别是很多的这个中产阶级 长时间得不到一个释放 这是很可怕的 就是没有爱心泛滥这样的一个阶层 我们看到街头丢十块的肯定是年轻了 年纪大的不会是 不会站到这么前面 大半夜不睡觉 那这我也想到 以前我听到的例子 就是在中东地区 有几代人都没有摆脱这个平民的这么一种情况 这是很可怕的 当然香港绝对不是平民 香港是世界级的这种超级繁荣的都市 但是我们说这个平民 这个穷这个字 他不光指的是钱 还指穷是指穷途末路 途跟路是指走的路 就你有没有路可以走 香港年轻人没有办法创业的 就是已经被瓜分掉了 就是很多的东西都是现成的 什么都是 就是要么就是原来的这种高阶的 要么可能是中国大陆 就是本土的年轻人没有太多的路口 你只能干嘛呢 我了解的 做警察 做公务员 在公务员系统里面 小几万块钱赶币 那要不然的话你出国 要不然的话你留在岛内的话 留在本港的话 你就是卖房子 做一些这种这类的事情 收入不是很高 你只要自己创业 你要像那种草根 像周星驰那个年代 那种创业 现在太难了 而且这已经持续了蛮长时间 这叫这种穷 它不是钱的问题 是这个未来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背景吧 然后因素我们也分析了 具体到这个条例上面 我就不说太多 这个大家都特别的了解 然后我后面重点说了 这个中国大陆的意愿 我前面我们也举了例子 说这个双方可能都觉得是一个底牌 因为香港觉得这是我过去的这个根基 而中国大陆觉得我要突破天花板 香港跟台湾地区肯定要优先解决 这我们前面也说过 甚至在远东地区要吸收日本 还有朝鲜半岛 还有甚至中南半岛 像缅甸 泰国 这个甚至要到东南亚国家来 当然这个越南 甚至到东南亚的这个 这边的范围来 这些力量都应该吸收过来 但吸收之前要想合适的办法 不能够太强硬 不能够不能够用以前的这种想的这种办法 我们可以有其他的办法 我这个不光是说骂人 要提建议 要想解决问题的办法 工业化可以做到更极致的情况 中国大陆的人愿意努力 愿意勤奋 996 这很痛苦 因为当然这已经是足够痛苦的 那么这种痛苦的话 还有其他的就是工业再继续一段时间 先不要整这个事情 还有其他方案就是留下一些可能性 就是既然已经有一些问题 已经是事实 比如说资物保卫性 其实已经在香港大规模用了 那是不是说我们在金融领域 在一些地方已经做的可能 是不是说已经还可以了 那有些地方的话 这个是不是慢一点 或者说怎么样的一个动作 或者说有什么样 这个我就不知道 但是有些地方已经是在做 可以先往这个方案上走 不要去内户 多开是吧 那然后我们这个 在其他的这个地方 比如说信息自由流通上面 我们是不是说可以在有些地方放得更开一点 因为其实美国这边的话 我觉得他在贸易跟工业领域 他其实有一点筑墙的意识 其实双方在走向对方 那你既然要走向对方的话 美国走向了一个建起其他的一个方面 像墙一样的东西 那中国大陆在有一些地方就应该更加开放一点 那这样就能获得竞争优势 而这种竞争优势实际上也是突破天花板的一种作用 就是突破自己发展天花板 而不是说只是一味的想着吸收 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 去过度的吸收一些力量 那这样的话就会更舒适一点 因为你开放的时候 别人的压力你就可以释放很多 是吧 在局部的这个领域 信息能够自由流通 这里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 国内会有更强大的文化繁荣 因为我看到国内的话 年轻人实际上他的这个精神世界是非常之空虚的 就找不到 除了钱以外 没有任何的追求 这个除了部分可能是 为什么国内的明星特别火 因为没有宗教 没有任何的东西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膜拜 没有偶像 什么都没有 就只有钱 所以我们如果信息部分自由流通的话 我们会看到很多行业会有大师 你会崇拜你自己这个行业里的大师 你都不需要去找钱以外的像明星啊 这些这样的流量来吸引自己的注意力 那这些的话都是成长的方式 都是突破瓶颈的方式 因为我这么说呢是 就一定要争取海外华人的支持 港澳台地区的支持 也更是要让国内的年轻人看得特别的舒服 因为我们前面做节目还说到了 国内的通胀要起来 年轻人的生存将会越发的艰难 他不能像农村一样不付房租什么的 他必须要房租水电 还有可能还有男女不平衡的问题 还要娶老婆 老婆被吵得很高 女人的价格被吵得很高 那这些种种都是极度的这种生存艰难的问题 不要有什么坏的抓手 这个样子才能更好的突破瓶颈 更加的稳定才是这个好的发展的前提 那一个勤劳努力的人 公司民主更会知道 很多时候是不会有依靠的 你就算要靠也要首先从自己人开始依靠 就像前面我们说了几句俄罗斯的一样 那他今天跟中国一起 可以卖高一点的油价给你 哪天美国开一个更好的条件 他跟美国站在一起 那美国第一梯队全吃 美国俄罗斯还有就是沙特阿拉伯 那第二梯队里面除了伊朗 稍微不听话点 如果也被他吞掉的话 油价拉到200 那有多大的危险呢 是不是 那不管怎么样 俄罗斯可能很难的办 但是我们自己人不能先搞起来 不能跟台湾香港同胞先搞起来 因为我看这个台湾的一些领导人 也准领导人也开始发生了 这个问题就变得 不能搞得自己自家兄弟 先搞得不合了 这个海外华人都不开心了 我觉得的话 不管怎么样 还是要看情况吧 好的 那么我们这里就这么多 感谢观看